我們先跟老師介紹一下OneNote這個平台 先讓大家能夠加入我們這個群組 雖然我們現在在會議室裡面 但是沒有關係 那您進來這個平台之後 如果您是用手機的版本 它的那個選單的部分會怎麼樣 會稍微縮在旁邊 那你滑過去這邊就 那在OneNote裡面呢 它有一個比較大好處 就是它滿有彈性的這種註冊的方法 你可以用標準的會員方式 但是呢 像我上課的年齡層範圍是比較廣一點 暑假 寒暑假有開程中班 然後呢 還有上高中 高中子的這種協同教學 然後大專的推廣教育 生存教育都有 所以我的平台我就會用這種方式 那有的 比如說像小朋友 他可能不是那麼方便 不是那麼方便有E-mail對不對 那怎麼辦 他就有提供一個很不錯的叫訪客登錄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呢 您只要按一下這個地理 取得訪客代碼 他就可以一個八位數 他也不用帳號沒有 就可以進去了 這跟我們一般學校的 數位學習平台比較不一樣 比較嚴格控管 比較嚴格控管 那下次呢 您把這個代碼記住之後 只要呢 重新輸入這個代碼就好了 所以我在學校都跟同學講 這叫通關密語 反正他自己要記住 不記住也沒關係 我有準備紙本的 他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因為高中子的同學 就算他有用橡皮 有用數位相機拍照起來 下次上課還是會忘記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自己準備一下 好 OK 所以呢 您如果說 用標準方式也可以 或者是要這樣點一下 有沒有 這裡就產生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那你只要記住這個號碼 就可以 那如果 現在按 我瞭解 忘記了 也沒有關係 進去還是看得到 還是看得到 那這樣子呢 您看一下 在我們右上角那裡 在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發現 這邊 這個代碼還是在這裡 所以說 萬一不小心忘記了 反正 還是可以用 當然 真的完全都忘記了 就再重新再來一次 也沒忘記 他也不怕你說 再產生一個 好 那 您現在一進來之後呢 所看到的 我們在這個發現裡面 這裡所看到的 都是所謂公開課程 公開課程 課程的部分 就有點類似我的教材 有點類似教材 那群組呢 就是有一般 講的班級的概念 所以我如果在外面研寫的話 原則上我的資料 通常都會放在群組裡面 因為這樣子 就是會比較多的互動 比較多互動 那教材就比較單純一點 就主要是閱讀而已 主要閱讀而已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 研寫的資料呢 您點進來之後 在這邊點進來 我通常都把它 把它擺在最後一刻才開放 因為這樣永遠會在第一名 所以您進到這個群組 發現裡面的這個群組之後呢 你會看到我們的資料 就在這邊 那你點進來呢 就可以直接加入 所以我們今天的內 這些內容 通通都放在這裡 您可以 我們在那個講義上面 有一個那個QR Code 第一個QR Code 就是帶您到這個頁面來 當然一個前提就是 您要先註冊 或者用反課方式 它有辦法加入 等於說它還是有一個 比較小的門檻 比較小的門檻 但是呢 您可以進來 那麼 課程在上面 我的課程都是社會開放的 所以如果您今天這個時間 沒有加入也沒關係 反正您有空 您可以上去看一看 您這樣是不是就進來 就看到我們的資料了 好 好 那這個上面呢 有兩種 一個呢 類似像最新消息 所以呢 在訊息這邊 你往下走 我們剛剛的資料 簡報 走在這邊 好 這是第一個 那真正的內容 會放在所謂的這個任務裡面 在上面這裡有個叫任務 好 真正內容是放在任務裡面 所以我們所有的 包括您手邊的講義的 講義的這個彩色版 因為現在大家拿到 應該是黑白版嘛 對不對 平常我現在大部分的課程規劃 或者是延期的規劃 我通常都會用 就是新制圖的方式去做規劃 那其實這裡面還有延伸出來 只是我沒有全部打開 所以如果說您覺得有 需要的話 我這邊也有提供 就是那個新制圖的原池檔 好 如果您有需要 您也可以直接打開來看 這樣就比較方便 這幾個叫Xmine的一個新制圖 新制圖 那這個呢 是大概我們先介紹一下 怎麼樣加入這個群組的部分 好 那這一段我就先到這邊